我將宣布從餐廳的第一線引退 國際名廚江振誠宣布餐廳席燈 為台灣美食界投下震撼蛋 然而重量級餐飲 驚爆結束的還有它 招牌牛貨肉伴隨細緻油花 牛角燒肉所屬集團 竭力國際餐飲無預警倒閉 500名員工一系間失業奮而提高 倒閉風暴 席捲全台 看看近一年歇業的零售餐飲業 就突破4萬間 餐飲倒閉的骨牌效應正在發生 產業大好的時候 其實事實上有很多的一些 競爭者是持續出現 這時候當然如果說 它還是維持過去的經營模式的話 那當然可能會出現倒閉潮 或者是會發生經營的危機 撐不下去的宣告倒閉 還在苦撐的呢 卻因各項成本上漲 衛生管理出現危機 怕是吧 太好了吧 餐盤上面出現蟑螂叫 用餐顧客差點吐了出來 也有火鍋店飲料杯中 有蟑螂蹤跡 甚至是拉麵店碗中 中餐廳海鮮跟湯裡接連多起 衛生風暴到底問題出在哪 在這個整體市場當中的話呢 它包含所有的人士 或者相關的原物料的持續成長的話 這個時候當然它的品質可能不見得這麼理想 面對通膨物價上漲 若選擇壓低成本節省人力 那麼品質勢必受到影響 但若想維持原有素質 卻可能面臨重大難關 環境的這個生態已經改變了 所以我們就要先結束營業 牆上的壁畫裝潢風格前衛 他是老闆李鴻敬 店裡主打美式三明治 將厚切牛舌煙燻牛肉等大量肉片 加上特調醬料蓋上法國麵包 這就是曾被國外的原網站 評比為全台第一的三明治 但誰也料想不到 每個月的損益失衡 已經撐不下去 只好忍痛暫時告別 你的人力薪資的增長 不管是麵粉也好 奶油也好 蛋也好 像近期橄欖油也會長 牛肉也會長 我覺得我們現在面臨的是說 要不然我就需要降低我的品質 要不然就是要改變形態 這一塊就需要重新打掉重練 不願改變配方 降低品質 再加上銷售考量不敢漲價 不被受敵之下 註定要黯然退場 因為你一調上去 你的量就會掉 客戶其實也都了解 知道說反正什麼都漲 所以你一漲 他們並不會說不好 但是我們口袋就是這麼多錢 一個禮拜來一次的 變成可能兩個禮拜一次 或是一個月一次 李鴻進說出了 所有餐飲業者心中的痛 股市衝上兩萬點 看似經濟大好 餐飲業卻面臨前所未有的衝擊 專家認為倒閉潮還沒有結束 經營者除了成本控制 勢必要更講究細節品質 才能生存下去 調查中心綜合報導